您知道這次除了選人之外 也有一張18歲公民權的票號 我知道 我同意我支持18歲公民權 因為很多年輕人他渴望民主自由 然後有獨立的思想 所以我支持他有這樣的一個 獨立思想跟自由的生活權利 我重視人權跟民主自由 我是台灣人 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高雄人 我在台北工作生活 那我這個禮拜會回到高雄 我會返鄉投票 然後我支持同意18歲公民權 我覺得還OK啊 因為就差那麼兩歲 以前是20歲 現在是18歲 這應該是一個趨勢吧 全世界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我支持 因為我18歲的時候 就也是會關注社會議題 然後就是跟中邊的同學 也都會有自己的判斷 而且我18歲的時候 剛好台灣就是有十大公投案 對 然後我們自己 作為高中生也會去 為了自己所堅持的立場去倡議 對 這是我18歲的時候做的事情 應該要讓18歲的年輕人 他們在他們已經有他們自己的獨立判斷下 也能為自己去投票 而不是要拜託懇求爸媽 就是我們的下一代不應該 也不需要再經歷這樣子的痛苦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投總統 或者是市黨之類的話 我就覺得沒什麼意見 可是如果還是這種公投議題的話 我覺得就不太好 公投議題就是太容易很多人提 然後就很容易通過 然後呢就會很容易改變這個社會的一些 就是規定之類的 我還是18歲的時候就一直在學校裡面念書 然後就沒有很常關心社會的那些 就是政治的現象 所以我就覺得 可能不會做出太理智的結果 我自己也覺得我當年也是這樣子啦 會支持啊 為什麼支持呢 因為可以表達年輕人的想法 對的 目前是傾向支持的 現在的年輕人其實接收到蠻多資訊的 我覺得他們也不一定是不了解這些事情該怎麼決心的 說不定他們也有自己的看法 然後值得被聽見 因為我覺得年紀並不是衡量 你有沒有能夠做決定的唯一標準 所以我覺得我是支持的 我也覺得現在是網路時代 網路時代 從網路資訊裡面 他們會找到很多的資訊 他們覺得這些大量的資訊已經足夠他們 足夠支撐他們是可以去判斷是非對錯 或者是說 選舉他們認為最好的人 所以我兒子本身他是支持的 我沒有被說服 我還是比較傳統的觀念 畢竟那樣子你的網路 你所接收到的訊息不一定是真實的 他可能有點像是比較聚焦的 可能是同溫層的 我覺得他還是不夠廣泛 我不支持 不支持的原因是 因為我覺得18歲他才剛剛 剛剛滿成熟 但是我覺得20歲才比較更成熟 法定代理人 他還需要法定代理人 所以我覺得我不支持 因為18歲還在一個模擬兩可的階段 就是說18歲就可以投票 我不支持 對 因為18歲孩子還沒 心智還沒成熟 他的頭腦還不清楚 我覺得啦 當然不是每個 但是幾乎18歲以現在的年輕人來講 沒有那麼成熟到 有辦法去判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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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